即將退任的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嘉 暗示會流港創業 又對本港未來十年有信心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嘉將於年底卸任 轉任為董事會高級顧問 李小嘉說 任內十一年沒有遺憾 已經完成大部分想做的事 未來會繼續留在香港 但不想再打工 第一不離開香港 第二工作不離開中環 第三弄不好 我平常有的時候 還經常在交易廣場 金融就是個水利工程師 我對水利工程師很感興趣 我們把外水和內水連在一起了 餘換了 但是還有很多水利工程沒有做好 就是這個水 有沒有可能流到中小企業去 我太想打工了吧 李小嘉說 對本港未來十年有信心 世界未來十年是機會或者困難 將會取決於中美關係 他預計雖然美國制裁部分中國企業 也難以限制資金進入中國市場 李小嘉任內曾經作出不少具爭議的決定 包括延長港股交易時段 以及引入阿里巴巴等同股不同權公司來香港上市 在他大領之下 本港多次成為全球新股市場一哥 不過證監會曾經批評港交所 未能妥善分隔劫務部和上市部職能 以致出現利益衝突 李小嘉曾經多次干預上市審批 廉署今年起訴一名港交所前高層 因為涉嫌在上市申請上貪污 李小嘉也不時論靜 去年她在一個晚宴 曾經說一國兩制存在根本性缺陷 之後很快就澄清 無線電視記者 梁永儀報導